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奶奶 已经有一小段时间没有更新的啊 这段时间我都干嘛去了呢 不会是改行做吃播了吧 没有哈 这是我今天点的外卖 今天呢就是一个聊天的视频 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家里嘛 就是比较真实 你看 今天穿个睡衣 然后带了一个那个 那个发酷嘛 然后还没吃饭 所以说点了外卖刚刚给我送来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这段时间都在干嘛吧 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今年的一些计划 咱们边吃边聊啊 都说我是卧底在旅游区的美食up 因为我好多视频都是美食嘛 是不是比较山寨啊 保时捷 它前身其实是那个叫啥 华莱士 然后他们两个公司分开了 然后他自己做的那个保时捷 但是他现在比那个 之前那个华莱士生意还好 而且味道还不错 最主要是太便宜了 我点了一个套餐 这个是什么 是一整只的那种炸鸡 我点的是半只 这么大 还是挺多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薯条 还有一个鸡腿宝 然后还有一杯那个饮料 要的是热饮 然后一共你们猜多少钱 才27块钱 是不是够不嫌疑了 跑不嫌疑跑不嫌疑啊 这感觉要做吃播了 好饿呀 这段时间呢成都有疫情嘛 所以说我就没有出去都待在家里的 现在成都市四区一线被评为中风险的 但是外省人是觉得咱们四川有疫情啊 但是咱们四川人呢会觉得只有成都有疫情 但成都人呢就觉得只有连这个地方有疫情 所以说呢问题还是不大的 再加上咱们国家的这个防疫政策这么好 我相信等不了多久就会恢复正常了 这个薯条还挺好吃的 可以吃吧 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又换车了 这是今年的第四辆车了 是不是有点夸张 是不是人傻钱多 其实还好因为之前那辆车其实我挺喜欢的 就是那个猛蓝粉嘛 我把它改成了那个录音车嘛 后面有抽屉上面有帐篷 那个车确实特别好 它就是单车真的是无敌 就是上山下河无所不能 但是呢加上那个拖挂房车就有点难受了 它那个在高原地区嘛 就是爬坡的时候动力不太够 然后我的那个猛蓝粉呢 就是好多人都在问啊 就是说到时候你要卖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们呢 在这里呢抱歉呢不好意思啊 之前有一个粉丝给我留言 然后当时他就说很喜欢我这辆车 我就以为他开玩笑的 结果人家直接把定金给我打过来了 就是说这辆车你不要卖了 你直接给我 就是这样的 我都没挂在网上搜一下就卖出去了 是卖到新疆 然后可能明天或者后天吧 还要去给人家发车 把那个车给那个发到新疆去 因为手续已经是办完了 然后第三呢再给大家汇报一点的是什么 就是今年我可能真的是要开一个账号 就是做美食的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账号是旅游的账号嘛 就是发美食不太好 因为它毕竟是打上了旅游的标签呢 所以说呢后面可能会开一个专门做美食的 到时候大家记得关注哟 爱你们 第四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我买了一辆国产猛情 就是皮卡黄海的车特别大 那天我开出去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检查的嘛 那个警察小哥哥都问我 哎你们这车这么大是什么车呀 然后我说哎你挺好看的 就是有点像那种特警开的车 到时候给你们拍嘛 你们就知道了 第五告诉大家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们要去云南 其实去了云南这么多次啊 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泼水节 这次的四月份我们一定要赶上 去参加一下那个泼水节 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然后再加上我国内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然后下半年呢 我有可能会出国 基本上就是这样安排的了 啊哈哈哈哈 月儿 月儿太馋了 那给你吧 给你个小薯条 温家月儿真的是好聪明 这次的话也会待上它 因为它是全跟随模式 就是你出去根本不用管 它就会一直跟着你走 这家的汉堡真的还可以 就是你要说真的是 跟那个肯德鸡比 可能还是比不上 它就是面包啊 面包做的没有那么好 其实肉还可以 就是炸的鸡炸的可以 就是面包它没有那个肯德鸡 那些烤的那么焦酥 半只鸡这么多 三块啊 有一个鸡腿 然后有两个这样的鸡块 这个单独点半这是多少钱 我忘了 反正一共就二十多块钱 太便宜了 哦好香啊 这鸡真的炸的好 好香啊超级好吃 唯有旅游和美食不可辜负 那我们就路上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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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